飯團們好 元宇宙狂潮襲來 相信大家對VR眼鏡都不陌生了吧 但目前的VR設備非常貴 應用性除了遊戲之外似乎也還不多 但與之相對的AR科技倒是蓬勃發展 而我們現在逛的許多博物館也結合了AR科技 欸 這可不只是說要你去故宮博物院抓寶可夢那麼簡單 而是戴上AR眼鏡與你手上的裝置互動整合 讓展示的恐龍化石貼上肌肉皮膚 在你面前活起來 又或是在兩廳院看戲的時候給你專屬的字幕體驗 讓不同國家的好朋友都能及時享受深度導覽 今天我們要來聊聊AR眼鏡是如何眼鏡的 有哪些主要的技術關卡跟突破 但一開始我們得先問 VR、AR甚至更高深莫測的MR、XR到底是什麼又有什麼差別 其實目前為止你所聽到的AR、VR跟MR 通通都屬於XR Extended Reality 擴展現實這個概念底下 只要這個設備或軟體能夠讓你體驗現實以外的資訊 甚至與之互動回饋 就通通都屬於XR 而近幾年因為Mark Zuckerberg 試試進軍元宇宙而大紅的VR虛擬實境 則是強調沉浸式體驗 這就像是電影一集玩家的主角戴上頭盔 進入Oasis Now 目前已經有不少的電玩娛樂用途 不論是在家或是前往VR體驗園區 都可以讓你體驗到 像是與哥吉拉對戰或是虛擬鬼屋等等有趣的體驗 只是戴上VR眼鏡需要完全的感官遮蔽 以及相對高昂的售價和電腦運算的能力 甚至是佩戴時的重量不適感 還有操作的空間需求 這些都是不容易克服的缺點 目前仍然有待市場檢驗 相比之下 AR或真現實就與我們親近許多了 早在90年代 鳥三明的經典作品《七龍珠》裡 他就用了史考特戰鬥力探測器 讓我們體會到什麼叫做AR 哇 這個戰鬥力100萬以上啊 而現實世界中的戰鬥力探測器 更是就在你眼前 例如開車時 玻璃板上顯示速度的HUD 就算是一種把虛擬資訊投影到現實物體 標標準準的AR技術 而談起AR 就一定要提到2016年 遊戲公司Niantic 推出的這款名為Pokemon GO的遊戲 就在全球掀起了在各地抓寶可夢的熱潮 這股熱潮至今不減也體現出了AR真正強勢之處 那就是與現實環境結合 不僅僅是寶可夢 這些年來 許多自拍濾鏡或是觀光的極章活動 也都是利用AR在包含現實環境的背景中 呈現虛擬元素的特性 通常只需要你我都有的智慧型手機 就可以操作跟看見虛擬的角色或頭飾 進入門檻遠低於VR 軟體開發的成本 也比必須打造一整個世界的元宇宙 輕鬆不少 但想想 只是把安妮亞呈現在你桌上 你就滿足了嗎 既然都能把虛擬資訊投影在現實場域中 我們自然會更加貪心的 想要跟這些虛擬的角色互動 甚至像阿湯哥關鍵報告中的技術一樣 作為一個浮空的操控介面來使用 這時候我們需要的就不只是AR 而是MR Mixed Reality 也就是融合實境 在這個技術中 不僅有限時跟虛擬的疊加 更強調虛擬元素 可以跟限時環境互相作用 例如虛擬的車子 可以偵測到你限時的桌子邊緣 而剎車 甚至你伸手碰觸虛擬元件 會產生互動或是抓取的效果 這些技術恐怕就不是一隻手機能夠輕易辦到的了 要讓AR 進入MR 除了手機之外 第一還需要一個能擷取外部資訊 尤其是你的視線的AR眼鏡 在學術和廠商等巨人的肩膀上 各式各樣的AR眼鏡陸續推陳出新 其實多年來 AR眼鏡面對的難題主要是畫面要清楚 顏色要飽和 卻不能對現實的視線有太多干擾 同時要做到輕量化和省電 目前主流AR眼鏡採用的是 棱鏡和微投影這兩個關鍵技術 棱鏡的部分其實就是國中物理學就學過的光學 不論你是否還記得 讓我用這張剪圖來幫你複習複習 順便看看這個魔術是怎麼運作的 首先我們需要的是兩個直角三角形的棱鏡 這個形狀的棱鏡經過數學證明 可以達成全反射的效果 也因此投影出來的畫面 可以經過兩次反射完美被投射進眼睛中 其實這技術由來許久 在潛水艇的潛望鏡就可以看到它的身影 而且AR眼鏡上的小棱鏡 更是針對眼球的折射率 經過精密的計算和調整 可以剛好在視網膜上呈現最清楚的像 同時這種全反射棱鏡本身的光線通透度也高 因此仍然能夠看到眼鏡以外的現實世界景色重疊在一起 搞定了全反射之後 我們來到目前AR眼鏡最核心的技術 那就是微型化投影 這也是為什麼在目前強敵環似之下 目前發展出具實用潛力的AR眼鏡廠商 居然很意外的是一家投影機廠商 Epson 要了解微型投影是怎麼煉成的 我們就得先回顧他們從1989年就開始鑽研的投影魔術 喔不對 我是說投影技術 Epson一開始製作的投影機呢 採用的是我們很熟悉的LCD 但跟螢幕最大的不同 是它每一個投影畫素都使用了三片LCD之多 原來是因為光學原理上 只要有藍、紅、綠三色 就可以組合出各種顏色 也就是3LCD投影技術 使用3LCD技術的投影機 得把背景燈泡的白光源先綠成三色光之後呢 利用3片獨立的LCD調整各色彩的比例做調變 最後把三色光合併成影像再投影出來 想當然需要這麼麻煩的反射流程 所需要的空間自然不小 而且經過這樣的折射跟綠光之後 橙色的飽和度跟對比總會低一階 甚至會產生近看有點醜的 殺門效應 這就是為什麼早期的投影機投出來的簡報 往往不如你在電腦上預演時那麼好看 當然啦 投影機廠商也早就注意到這個問題 因此隨著手機螢幕 一起從LCD演進到OLED有機發光二極體 帶來新的顯示革命 這個OLED有什麼厲害的呢? 如果說LCD的液晶主要功能是調色 那OLED厲害的就是 它自己會發光 和傳統的LCD面板 需要一個光源跟背板來反射光線 進入綠光階段不同 LED燈泡經過多位科學家的努力 甚至包含榮獲了2014年諾貝爾獎的 三位日本科學家 赤喜勇、天野昊和中春修二 他們研發出最後一個藍光LED之後 終於達成發出三原色的成就 自此螢幕和投影技術 不再需要多餘的綠光跟反射步驟 於是面板可以變得更薄 卻有更好的對比度 而隨之而來的OLED技術 讓面板脫離了對玻璃的依賴 改用塑膠底板 讓有如科幻道具的摺疊式手機 和許面螢幕能夠成真 OLED技術簡化了整個流程 橙色還比原本的各種投影方式鮮豔 飽和 很快的就大幅縮減了投影機的內部空間 讓前陣子露營狂熱時 大家人手一機的變稀型投影機 能夠畏畏風潮 但要把投影機放到眼鏡上 更超越了變稀型投影機的難度 在追求微型化的路上 哇這就像是台積電的4nm3nm一直走下去 只有更小沒有最小 Epson早在2011年 就推出第一支AR眼鏡BT100 不斷朝輕量化與功能性研發 2016年則推出了採用 COLED微投影技術的BT300 各家廠商同時也紛紛投入 Micro OLED投影的研發上 現在你看到我手上的 就是最新款的次世代智慧眼鏡 Moverio BT40 提供可隨身攜帶的專屬個人大畫面 個人使用外 Epson也針對第一線的工作者 開發出BT45C系列眼鏡 使用者可以用第一人稱視角 進行遠端協作 讓身在兩地的工作夥伴 得以順暢溝通 提高工作效率 這集非常感謝Epson的支持 讓我們可以來討論 AR眼鏡的發展現況 也讓我體驗到 Epson這次新推出的 個人用AR眼鏡 Moverio BT40 這款AR眼鏡主打的最大特色 就是專屬於你的120吋大畫面 而且這麼大的畫面顯示 卻只投影在你眼前 這樣個人化的設計 能有高隱私的特性 尤其是長程旅行 像是搭飛機或高鐵 有了這個眼鏡 就能直接把影片 從手機投影到眼前 你的雙手就可以解放出來 專心追劇了 當然啦 你要看電子書 讀期刊論文也是可以喔 而AR眼鏡還有一個很大的好處就是 可以個人化體驗 例如大家看同一部電影或演唱會 每一個戴上AR眼鏡的親戚朋友 都可以看到自己專屬的字幕相關資訊 下次有機會去看表演 若有提供這樣的服務 不妨出界嘗試看看喔 聽完了今天的AR內容 你最想在生活上嘗試哪一種AR體驗呢 是上街進行街景導航 順便看看地球人的戰鬥力 還是躲在小房間來場追劇馬拉松 或是想在捷運上當個AR眼鏡抬頭族呢 還是你覺得想隨時隨地觀看工作簡報 讀論文呢 好的 以上就是本集的內容 記得訂閱PenSite飯科學頻道 開啟小鈴鐺 加入我們的頻道會員 鎖定更多精彩的科學新資 科學議題 我們下次再見 比賽